只是帮助 如烟尘一般随风消散 这彻底看傻了汤姆 他敢打包票这是他当预警以来 见过最诡异的场面 他问囚犯这是怎么回事 而此时囚犯已是大汗淋漓 汤姆确实有尿道炎 平时只是稀稀拉拉地留几滴 都会让他痛不欲生 但这是除了妻子应该没人知道 于是他半信半疑地来到厕所 开闸 放手 久违的畅快感涌上心头 他的病竟然真的治好 汤姆对这名神奇的囚犯感到好奇 他还一息记得几天前 汤姆是怎么被送过来 运送他的囚车底盘被压得很低 当他一下车 车子竟然回弹了起来 可见这是一头庞然大物 一米八的预警在他面前 就像一只小鸡仔 当时所有预警都担心囚犯会发难 只有关二代佩西不知死活地叫唤着 汤姆作为预警队长 赶紧让佩西闭嘴 因为死囚都是亡命之徒 随时都有可能拼命 所以不能随便刺激他们 但令汤姆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名囚犯虽然身形高大 脸上却写满惊恐 哪怕被佩西砸了一颈棍 也丝毫没有反抗的意思 顺从地钻进了牢房 说话也唯唯诺诺诺的 这是汤姆见过最不像死囚的死囚 尤其是当科飞说他怕黑 希望晚上别关灯时 巨大的反差 给汤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让他不禁好奇 科飞到底是犯了什么事 才严重到要被判死刑 而从科飞的卷宗中 汤姆很快了解到了前因后果 就在前不久 农场主的两个女儿失踪 当他们被找到时 已经变成两具尸体 躺在了科飞的怀中 科飞理所当然的 被愤怒的家长当成了凶手 可科飞没有反驳 只是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在那个年代 白人眼中的黑人 与罪犯无异 所以整个案件很快被告破 科飞也就此被抓进了监狱 汤姆觉得整个过程非常草率 但他本人只是一名狱警 并没有颠覆判决的能力 直到后来 汤姆为了报答科飞的致病之恩 才找到当时的辩护律师 然而律师也是一名极端的种族主义分子 可以说把科飞送进监狱 他至少有三分之一功劳 律师清楚科飞有多温顺 但在他眼中黑人就是野兽 哪怕被驯服成家宠 道理汤姆都懂 但作为一个预警 他无法违逆时代的大事 只能在监狱里 暗中好好对待科飞 几天后有一名死囚要被送行了 在这座监狱 死囚会先被剃成地中海 而在这最后一刻 汤姆都会默默地倾听他们的遗言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汤姆小心翼翼地附和着他的话 只为给他一个最后的安慰 离开牢房后 死囚在前往电影的路上 还必须走过一条绿色的长廊 在他们的信仰中 绿色象征生命 而这短短一段距离也被称为绿里 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死亡之路 在这之后 死囚的头顶会被放上一块沾水的海绵 这样可以让他死得不那么痛苦 准点一道 预警发出号令 一切结束后 佩西又顶着丑恶的嘴脸 羞辱死囚的尸体 其他同事看不惯 一把将他拉起教训一顿 同事给尸体盖上最后的尊严 随后将车子推向了监狱深处的焚化炉 佩西看着同事的举措 还在仗着背后的势力大放厥词 汤姆知道 佩西之所以会来监狱任职 就是为了折磨犯人 但汤姆是个好心肠 认为即使处死犯人 也必须干净利落不得羞辱 所以对佩西没有好脸色 但想要这个瘟神离开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让他亲手完成一名犯人的处刑 如果汤姆不愿意 他就会一辈子留在这里隔应大家 汤姆看他那件金模样 理都不想理 转身便离开 恶人还需恶人魔 没过多久监狱又迎来了一位凶犯 他看上去神情呆滞 像是磕了药 预警们也因此放松了警惕 可就在这时 柯菲突然提醒汤姆 刚打开牢房的门 凶犯突然爆起 用手铐锁住了一名预警的脖子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 监狱瞬间乱成一团 汤姆也被一脚踢中了裆部 丧失战斗力 手里尚存战力的佩西却被吓呆了 不敢上前制止 眼看人质要被勒死 还是预警里最高大的那位及时赶到 从背后一棍将凶犯闷倒 这才解决了这场危机 可即使被关进了牢房里 这位凶犯也依然飞扬跋扈 只要预警一靠近 他就对着吐口水 有时候直接开闸 把路过的预警尿一脚 然后放声大笑挑衅 这新来的凶犯 简直是恶人中的典范 汤姆见他没有一丝悔改之意 还说要拉巴巴扔他们 于是决定把多年没使用的 禁闭式清理出来 然后打开牢房 用高压水枪对准凶犯向位猛冲 冲到他无力反抗才罢休 给他洗完澡后 预警再把他绑起来 然后丢进禁闭室里 一天一夜过后 本以为凶犯会有悔意 可第二天他还是把巧克力面包含在嘴里 等预警路过 直接给他喷上一脸 事实上根本没有人能压制住 这个变态的家伙 就连平时不可一世的佩希 这天也被他一把烂到了铁栅栏上 凶犯用变态的话语羞辱他 另一只手则抚摸佩希身体各处 等其他预警命令他放手时 佩希已经被他吓尿了 还是物理意义上被吓尿了 一旁和他不对付的老囚犯 见状也嘲笑起来 这对于男人来说 可以说是最大的耻辱 他用背井力压在场的预警 命令他们绝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否则就要他们好看 汤姆一伙人答应了 因为往往佩希这种喜欢欺软怕硬的脚 一旦记仇 在对待比他弱的人时 反而会更加狠毒 可此时老囚犯还不以为意 他马上就要上行了 还有什么好怕的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老无赖 却对一只老鼠关爱有加 他感觉这只老鼠就是他身体的延伸 不害怕人还特别灵巧 不知不觉中 这只老鼠成为了监狱里的吉祥物 汤姆也经常会把吃剩的面包 分给这只小老鼠 而老囚犯生前最牵挂的 恐怕就是他了 他担心自己走后 老鼠该如何是好 于是好心的御警们 给他编织了一个老鼠城的故事 那是老鼠的天堂 在失去主人后 他们也会到那里成为杂技明星 这下老囚犯总算安心了下来 然而一个不留神 小老鼠追着玩具跑出了牢房 下一秒 这就是佩西的报复 老囚犯像是被踩到命根子一样 失声痛苦 可他不能离开牢房 连将老鼠捧回手心都做不到 显然佩西早有预谋 因为只是一只老鼠 汤姆等人也没法教训他 只能放他目中无人地离开 然而就在这时 科飞从牢房中伸出手来 汤姆想到之前科飞创造的神迹 于是便将老鼠递了过去 科飞听着老囚犯的恳求 然后对着老鼠猛吸一口气 狱警们也发现了 老鼠的尾巴竟然重新活动了起来 紧接着科飞的双手散发金光 然后咖飞剧烈咳嗽起来 又张大嘴巴将飞虫喷吐出来 最后他俯下身子等于 小老鼠静一下从手掌窜了出来 回到了老囚犯的手中 所有狱警都为之震惊 科飞目睹了刚刚发生的一切 他意识到佩西是个很卑鄙的家伙 同时也不忍老囚犯失去寄托 所以才对一只老鼠使出神力 似乎是被科飞的善良感染 他热血上头 在办公室找到佩西 然后一把将他按到墙上 他不管佩西有什么理由 但所有狱警都有一个共识 那就是不想和人渣共识了 汤姆可以给佩西一个机会处行 但是他必须按承诺所说 完成后当即调职离开这里 否则他在监狱里的糗事 都会被汤姆他们宣扬出去 而下一次受刑者 正是老囚犯 他在最后一刻 依依不舍地向自己小老鼠的告别 并让汤姆将他交给了科飞 随后他走过律里后 做上了电影 然而佩西比想象中还要记仇 他在最后还要告诉老囚犯 世界上根本没有老鼠城 随后更是故意没有沾湿的海绵 就把他放在了老囚犯头上 汤姆虽然有所察觉 但一切都为时已晚 果然老囚犯没能当场死亡 在电流的无尽折磨中 他的身体也冒出阵阵轻烟 而电刑无法被终止 所以在场的观众 都只能眼睁睁看着老囚犯 被电流烤焦 与此同时 牢房里的科飞 似乎也感同身受地颤抖起来 小老鼠也失去掌控 从牢房中离开 而老囚犯的刑罚还在继续 痛苦的惨叫声 让这个房间变成了地狱 佩西这才意识到 自己闯了怎样的祸事 狱警们将灭火器递到她的手中 老囚犯头上的火焰被熄灭 她的灵魂也永远离开了人世 佩西还想狡辩 但大家哪能不知道是怎么样回事 一拳将她掀翻 但他们又能怎样呢 囚犯们本就是该死的人 只是地狱中还有其他恶魔 要让他们付出更多的代价 就连一只不管事的点狱长 也为之震怒 把在场的狱警痛骂一通 同事和老板痛斥 这下佩西真的没有理由再留在这里了 而这天晚上 科飞哭了整整一夜 老囚犯所经受的痛苦 她似乎也感同身受 事情告一段落后 汤姆请了几天假 到点狱长家做客 从她口中得知 原来点狱长的妻子就在不久前 被确诊出来绝症 今天这眼窝深陷的模样 已经是她妻子状态最好的时候 她在病症的困扰下 就像被邪灵附身一样 变成了另一个人 她会不顾淑女形象说脏话 也许是恐惧死亡 而在做最后的挣扎 就在这时 汤姆想到了科飞 如果是她这场仗会怎么打 想必拥有神力的她 治愈疾病也是手到擒来 但在此之前 汤姆必须伙同兄弟 把科飞从监狱带出来 说干就干 汤姆把安眠药碾碎 然后撒在给酒水里 成功迷晕了凶犯 然后又把佩西绑起来 当成犯人丢进禁闭室 准备就绪后 他们把科飞带出牢房 可下一秒 一只手突然叹了出来 凶犯竟然还没晕过去 他死死抓住科飞 露出邪恶的笑容 两人的争执不停 就连牢房的灯泡都跟着炸裂 汤姆赶紧将两人拉开 这时凶犯的要力上头 这才彻底昏死过去 一行人连忙将科飞带到了点狱长家 汤姆说服点狱长 让科飞为夫人治疗 当他们推开房门 夫人已经奄奄一息 身体像是被魔鬼彻底侵占 科飞壮着胆子靠上前 夫人也没有被这硕大的身形吓到 没有顾忌科飞黑人的身份 温柔地问起他的性命 接着只见科飞俯下身子 啃上了夫人 这把一旁的点狱长看得合不拢嘴 只见四周的灯变的光亮 夫人的嘴巴中 也跟着升起一道金光 巨大的能量令时钟停摆 玻璃碎裂 就连房子也开始剧烈游戏 终于最后一点光芒 被科飞吸入口中 夫人的脸上也恢复了血色 而科飞忍着咳嗽 像是被病魔耿住了 没能将飞虫吐出来 而此时夫人也失去了生病时的记忆 但即便如此 他再见到科飞时 仍有一种熟悉感觉 他们仿佛在梦境相遇过 那里是无边的黑暗 而科飞的身上散发着温暖的光芒 夫人将自己宝贝项链 当作礼物送给科飞 一行人回到监狱 即使科飞享受到了自由的空气 还是乖乖回到牢房 而被关禁闭的佩西 也终于被放了出来 她用阴逸的眼神 注视着把她丢进去的狱警 心里暗暗想着如何复仇 然而就在她走到一边时 科飞突然抱起 掐着佩西的脖子将她举了起来 随后不顾阻挠 张开嘴巴 将无数飞虫吐到了佩西嘴巴里 正是夫人的疾病 而接受了这份诅咒的佩西 也像是变了个人一样 在路过凶犯的牢房时 面对凶犯的下流的挑衅 她突然拔出枪 等其他人反应过来 将佩西扑倒时 凶犯已经身中竖枪倒地身亡 与此同时 佩西的嘴巴也开始冒出无数飞虫 随后在空气中化为飞灰 汤姆明白这是科飞的杰作 她走到牢房前 问科飞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的答案很简单 因为他俩都是很坏的人 接着她让汤姆伸出手 汤姆虽有顾忌 但还是握了上去 而就在这一瞬间 汤姆的大脑中出现了一段记忆 原来科飞还有一个超能力 那就是通过身体接触传递记忆 借此汤姆也看到了凶犯身前的记忆 原来陷害科飞的人就是凶犯 是他利用了两姐妹的感情 将他们无情玩弄并杀害 当科飞想用超能力救他们时 已经为时已晚 汤姆明白了一切 来自两姐妹的绝望 来自科飞的悲痛 通通涌入心头 但是她也明白 就算科飞是被冤枉的 她一个小小狱卒 还是很难替她沉冤昭雪 在这之后 佩希被诊断为精神病 送进了精神病院 而科飞的死刑也提上了日程 汤姆问科飞还有什么愿望 只要科飞还想活下去 那她哪怕犯法也一定会尽全力 把科飞救出来 但科飞只是渴求一顿丰盛的晚餐 以及希望最后 汤姆能在处刑时为她祷告 汤姆沉默了 科飞已经见识了太多时间的丑恶 她行走人间多年 已经累了 她厌倦没有朋友的日子 她害怕没有方向的岁月 而现在她是时候回归了 在最后她说出一个心愿 她想看一场电影 那是她从未踏足的 于是狱警为她拉起了木骨 看着画面中男女跳着轻盈的步伐 这是科飞见过最美场景 行行的日期到了 狱警们带着科飞踏过绿里 走进处行事 小女孩的亲属也都在这里 科飞感受到她们的恨意 不敢再向前半步 带给科飞套上刑具时 最年轻的狱警眼睛已经红了 她很想哭 但她不能 汤姆做出最后的宣判 除以电刑 她问科飞有什么疑愿 而在给科飞套上头套时 科飞却突然请求 汤姆还记得 这和刚进监狱时说的一样 她亲手给科飞放上沾水海绵 宣读完祷告后 她最后一次和科飞握手 一如最初 这是汤姆最后一次参与行刑 不久后她就申请调职离开了监狱 成为了亲管所的教练 防患于未然是她的座右铭 时间仍然 汤姆已经变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 她似乎忘记了当年的一切 直到她再次看到 科飞生前最后看的电影时 记忆才随之苏醒 她把故事分享给老人院的院友 但院友却有一个疑惑 时间对不上 照这么一算 汤姆似乎活得太长了 汤姆只好把她带到深山的一座木屋里 一只老鼠从盒子里 醒了过来 汤姆拿起一个木滚轮 老鼠颇有灵性地靠了上来 它就是老囚犯的那只小老鼠 汤姆和他一样 都被科飞分享了神力 也因此获得了更长的寿命 而今汤姆已经送走了 无数的亲朋好友 这既是科飞给她的祝福 也是上天给她的诅咒 因为是她处决了神迹 而汤姆也愿意独自承受这一切 并相信这终有一天 绿里也会出现在她的脚下 影片至此结束 精彩的电影值得大家看原片 影片绿里奇迹 生命中有终点或早或晚 每个人的一生 其实就是走在绿里上 最终做上电影 反省过去的犯下的错 虽然无法避免 但是却可以勇敢面对 只要不做亏心事 那人生的终点也就不可怕